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击韩国人嘛 跟这个乐天集团干 跟乐天集团干的时候呢 有一哥们儿内急上厕所了 上洗手间了 上洗手间 还是大伙 大伙干完了 一拿手指 说这个人家手指 咱也不知道这个手指怎么会 我没听说过国内哪供手指的 是不是酒店 反正就是手指 韩文写的 他在外头游行啊 说这个 不成 这个要始终如一啊 对自己爱国主义要求要严格 韩国的东西 你敢放在我洗手间里头 我接完大手 你敢这么看着我 我不用你 我爷就不用你 提着裤子就走了 他说 涛哥人家横 这是个笑话 我绝对不是个笑话 也在昨天 一个邮轮 三千五百人 中国人 来到韩国这个周济 叫什么济州岛 应该是下船去玩的 三千五百人不下船 我就不去 我就不上你那玩去 你买了票 花了钱 坐邮轮 到了周济岛 你不下去 说我要这个 我绝不跟韩国人有勾勾搭搭 没吃药的 你说这是有病还是没病啊 你说是有病还是没病 同时间在国内 我不知道是北京还是哪儿 在那个乐天的那个市场门前都站着警察 谁敢现在抗议乐天 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我不打你小样的 我对不起你 昨天举着旗子出来 他给你维持秩序 今天你举着旗子出来 放狗 咬 所以在中共框架 中共体制的框架之下 人全不是个人样 咱说话了啊 咱说好喽 从来不骂人 骂的都不是人 就这么回事吗 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 你说那三千五百人里头肯定有十岁的 二十的 三十的 四十的 五十的 六十的 就是说从小长到大 各个年龄阶段的人肯定都有 喊着号一块不吃药 一块有病 那才邪了民 那不就跟那个瘧疾啊 跟那个鼠疫啊 不差不多吗 共产党就是类似瘧疾跟鼠疫 专门是杀人的 看不明白这个 白活糟蹋自己 真的 白活糟蹋自己 从真正生命的角度认识自己呢 是对自己的尊重 从高级动物的角度去 去约束自己呢 那比自残还邪恶啊 真的 真的比自残还邪恶 因为你上对不起天地 下对不起父母 往后对不起你儿孙 往里头一看 对不起你这千年来的这么一个人生 还搅着自个儿是个人物呢 对不对 这韩国造的手指 我就不用他 一提裤子走了 罗宇 罗宇昨天趁这功夫写了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不平反六四 没有停止活摘器官 历史一定会记住的 今年凶险 2017 罗宇在苹果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 那这是第17篇写给习近平的 你应该有勇气重新评价六四 你说过依法治国 那学生们到天安门广场 是宪法写明的权利 邓小平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 是明目张胆的违宪 这个道理在中国讲不通 中国就永远无法进步 你只有彻底否定邓小平的六四镇压 你才能在历史上站得住 习老叔 这是指着习近平的爹 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欣慰 六四时习老叔 已经被邓小平踢出局了 习老叔是绝不同意六四镇压的 那这么说这是个事 习仲勋不同意六四镇压 那邓小平镇压 发动了镇压 而你今天习近平如果要按照 邓不敢面对这件事情 还要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去做的话 那可对不起亲爹 今天的现实环境中 利益的环境中 谁对谁不就算个屁 不就是利益吗 谁不玩谁 谁不整谁 谁不去出于自己的利益 去把别人唾弃掉 那怎么叫这个环境呢 可是爹你可换不了 谁都换不了 没这爹就没你呀 这事 你说你说罗宇这话说的 罗宇在公开信上接着说 江泽民镇压真善忍 同样是明目张胆的违宪 活摘良心犯器官 更是地星球上从未见过的罪恶 你如果不惩办江泽民这套国家犯罪系统 你在历史上就站不住 但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你不能保护反人类罪的恶人 上台四年还没叫停活摘器官的国家犯罪系统 历史会记住的 那我觉得这话说的就相当直截了当 那这里说的这套国家犯罪系统 是以共产党的权力系统 以党领导一切的概念 渗透到国家体系中而出现 对吧 罪恶是握有权力的共产党系统 国家的系统是被共产党的权力系统给占有了 给玷污了 国家永远是国家的概念 罗语认为在电视剧的内奸名单里 出现了你习近平的名字 外面不知是怎么回事 但可以肯定的 倒习联盟的人无孔不入 你反贪依靠纪委不行 唯有靠老百姓逐步有序的民主化 贪官怎么会拥护你去反贪呢 是这么回事 香港三万警察和家属集会抗法 是倒习联盟给你添乱 最有法治的香港尚且如此 在没有法治的大陆 那依法治国谈何容易 过万老兵在北京上街护法 恐怕也是倒习联盟煽动的 老兵的福利是应该解决 要解决不难 没收贪官的钱 绰绰有余 民族矛盾 必须有真正民族平等的理念 才能解决 如果以反恐为名 镇压之时必然完蛋 我们都知道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个没错了 对吧 他们爹是这么干的 人家是真正的红二代 你不能压迫人家 看看欧盟比比前苏联 就明白中国的民族团结总是搞不好 为什么 然后他提醒说 你要警惕现在有人想学林彪 拼命地吹 这不是好事 毛泽东当年没有被林彪吹昏了头 毛泽东最防的就是林彪 这个话也就变成了习近平的身边 玩命吹他的 推崇他是这个那个的 就被罗鱼比喻成林彪 林彪当年的对毛泽东的行为 那这咱外人不知道了 但这成为事实 他是确认的 5,000周深的日子 5,000年软于中国音乐然后演唱 美语音乐 中凜一夜 超级feito 强人 错误 公开静优独一夜 一夜 你也有时候 在一夜 祝文 在考古界 在有关人类学当中 昨天出现了爆炸性的新闻 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金属首次被发现 这个东西叫山铜 大约2600年前 一艘船沉在基拉这个地方 意大利的南端 也就是现代西西里岛的南端 那专家们在沉船内发现了震撼考古界的东西 就是这个山铜 而山铜在柏拉图的克里提阿篇里面 曾经被提到过 是亚特兰蒂斯人所使用的最珍贵的金属之一 亚特兰蒂斯 我们原来我记得30多年前 看过大西洋海底来的人 讲的是类似的故事 那有没有亚特兰蒂斯呢 一直是被人们争持的 一直是被人们说的 这是另外一块大陆 应该是上一次大水的时候 沉积到下面的大陆 柏拉图对这个金属有过描写 他说它是铜新铅的合金 是亚特兰蒂斯的提炼而出品的 那用来礼拜海神和其他的一些用途 它是一种稀有的金属 世纪前七世纪就首次被提到 古希腊诗人赫西厄德曾经谈到过 而这个金属在河马史诗中也曾经被提到过 公元前630年出现个歌颂女神 阿弗罗蒂德的诗篇中也曾经记载过 而这个沉船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了 一种证实 那证实大乡地 亚特兰蒂斯地 那是真实存在的 那柏拉图当时技术的东西 河马史诗技术的东西 就变成了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而这个金属本身是 今天现代科技不能做到 如果这些东西是这么来认识的话 能够存在的话 人的轮回转世 人有轮回转世 那地球本身呢 人类大的本身呢 同样存在着轮回转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